探索喀纳斯湖的旅程将为您带来难忘的体验 以下是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 帮助您更好地规划您的行程 1.交通 从乌鲁木齐出发 您可以选择乘坐飞机、火车或长途客车前往布尔金线 然后再乘坐当地交通工具前往喀纳斯湖景区 如果选择自驾 需注意路况和行车安全 同时准备好地图或导航工具 2.住宿 在景区内您可以选择住在喀纳斯湖畔的酒店或民宿 享受湖光山色的美景 预定住宿要提前规划 尤其是在旅游旺季 以确保有合适的住处 3.游览路线 第一天抵达景区后 您可以先休息 适应高原环境 随后可以前往河木村 欣赏河木草原的壮美景色 第二天前往神仙湾 欣赏湖泊的翠绿色波光和周围山脉的雄尾 第三天游览观于台 俯瞰湖泊全景 然后乘船游览沃龙湾 欣赏湖中的岛屿和美景 第四天探索阿克库勒湖 享受宁静的湖泊风光 第五天参观喀纳斯村的各个景点 如月亮湾 龙宫 海螺沟等 4.注意事项 喀纳斯湖地区海拔较高 需注意高原反应 提前做好适应 旅途中需注意环保 不随意丢弃垃圾 保护自然环境 在湖边和山区旅行时 注意安全遵循导游或景区的安全提示 5.特色活动 在冬季 您还可以体验滑雪等雪地活动 享受不同的风景 尝试当地美食 品尝图瓦人的特色饮食 了解当地文化 6.最佳旅行时间 喀纳斯湖地区四季各有美景 春夏季 湖光山色迷人 秋季可以欣赏到五彩斑斓的秋叶 冬季 则可以尽情享受雪地风光 请注意 由于旅游信息可能随时间变化 建议您在出行前 再次核实相关信息 以确保您能够得到准确的旅游体验 感谢您的观看